保安刘二峰问门外的三男一女 他们是干什么的 对方告诉刘二峰 这是他们领导 今天过来学校突击检查工作 让他把门打开 刘二峰歪着脑袋 周梅看着门外的三男一女 说他怎么没听说过 领导要来突击检查 刘二峰是剑马县外国语学校的保安 平时专职看大门 没想到今天竟然来了几个自称是领导的人 说什么要来学校视察 刘二峰刚开始满脸无疑 不过他的目光很快就被门口的女人所吸引 大家好 我是侦察院频道主播老黄瓜 接下来继续讲述今天的故事 只见门口的女人身材高挑 皮肤白皙 脸蛋长得像明星 最多也就三十岁出头 作为一个单身三十多年的老光棍 刘二峰突然看见一个这么漂亮的女人 当时差点留哈拉子 徐梦丽的秘书周扬 及时向刘二峰解释 说这次他们领导是随机下来检查调研 他没接到通知很正常 让他先把门打开 刘二峰听完眼珠咕噜噜一转 于是问他们几个哪个是领导 在哪个单位上班 什么职务 周扬十分恭敬的意志旁边的徐梦丽 说这就是他们领导 在县里上班 具体职务不方便透露 刘二峰有些吃惊 没想到门口这个漂亮的女人 竟然还是个大领导 他本想直接拒绝 结果又忍不住看了徐梦丽一眼 实在太迷人了 顿时动了歪心思 说想进来也行 但只能踏进 他们在门口等着 刘二峰指着徐梦丽 只允许他一个人进来 这让周扬等人很郁闷 问这是什么无理要求 他们肯定是要一起进去的 刘二峰叫他们少废话 要进就让他一个人进来 不进就都滚蛋 刘二峰不耐烦的摆摆手 转身就准备进屋 徐梦丽及时叫住他 说就按他说的 自己一个人进去 刘二峰脸上立刻闪过 一丝不意察觉的音效 打开门 徐梦丽迈步走进去 又回头嘱咐周扬等人 说没关系 让他们先在门口等他 他大概半小时后出来 说完 徐梦丽便在刘二峰的带领下 静止走向教训楼 徐梦丽刚调来 建八县不久 却听说了很多 关于外国语学校校长 焦广盛的桃色新闻 说焦广盛不仅在学校 搞一言堂 还长期前规则女老师 听说有一个 刚入职不久的新婚女老师 被焦广盛威胁前规则 最后还导致了怀孕 事情败露以后 女老师的丈夫闹到学校 把焦广盛打了一顿 反而被姓焦的道打一耙 关了进去 直到现在都没出来 长此以往 学校的教学氛围 被焦广盛搞得乌烟瘴气 竟然一直没人感动他 原因就是焦广盛的儿子 是县教体局的领导 徐梦丽听到这个事以后 内心非常气愤 于是就想微服私访 到这个学校了解一下 焦广盛的情况 一旦坐实肯定会严肃处理 现在他在保安刘二峰的带领下 来到了一楼的休息室 刘二峰站在门口 示意徐梦丽进去 徐梦丽一看是休息室 于是说不用 告诉他老师们的办公室在哪 他想去跟他们聊聊 刘二峰听到这个要求 眼睛忍不住 又在徐梦丽身上扫了一遍 他很好奇 这个女人到底是来干嘛的 刘二峰说 老师们这回都在上课 他叫徐梦丽先进去休息一会 下课了再叫他 徐梦丽一听也有道理 于是便走进了休息室 可是没想到 他前脚刚进去 刘二峰后脚就跟着闯进来 还把门也锁上了 徐梦丽问他这是干什么 为什么锁门 此刻的刘二峰 终于露出了尾巴 他咽了下口水 搓着双手对徐梦丽说 怕他一个人在这无聊 自己来陪陪他 说着冲过去 拦腰抱住了徐梦丽 说真香 要是能当他老婆就好了 刘二峰紧紧搂住徐梦丽 把脸埋在他胸口狂袖 徐梦丽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 吓了一大跳 双手拼命推散刘二峰 问他干什么 快放开自己 他这样是犯法的 可是刘二峰的力气实在太大了 徐梦丽根本正脱不开 最后无可奈何 他只好大声喊着救命 刘二峰叫他别喊 再喊弄死他 刘二峰面目猙獰 赶紧用手捂住徐梦丽的嘴巴 说他都光棍三十多年了 从来没碰过女人 求徐梦丽帮他一次 说着 刘二峰开始疯狂的撕扯徐梦丽的衣服 徐梦丽问刘二峰知不知道他是谁 并警告刘二峰马上住手 不然他会后悔的 刘二峰说徐梦丽是他老婆 他现在就把生米煮成熟饭 刘二峰见色起义 早已失去理智 嘴里反复念叨着 徐梦丽是他老婆 转眼便扒掉了他的外套 徐梦丽说他是县长 刘二峰感动自己 他就死定了 徐梦丽大声表明身份 试图震慑则刘二峰 他一边说一边伸手在口袋里摸手机 然而现在的刘二峰 早已惊重上脑 根本听不见徐梦丽在说什么 手上继续不停 当他看见徐梦丽掏出手机 准备打电话求救时 立刻一把将手机抢过来 狠狠摔了个粉碎 现在连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 徐梦丽急出了眼泪 这么多年 他还是头一次遇上这种情况 眼看连县长的身份都不好使 他感觉自己这次凶多吉少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之前在门口等待的秘书周扬等人 眼半小时已过 徐县长和那个保安都没出来 忍不住有点纳闷 周扬担心的问同事 徐县长他会不会有什么事 同事说县长去学校调研能有什么事 让他别瞎想了 周扬说他总感觉心神不宁的 还说那个保安到现在也都没出来 被周扬这么一说 三人都如梦初醒 既然现在这里没人管 那他们干脆也进去算了 于是三个人一商量 也迈步进了学校 他们先去了校长室 发现里面没人 于是又去了教务主任办公室 表明身份后 教务主任傅裴光热情招待了他们 当得知徐县长也在学校时 傅裴光一脸的不可思议 说他在办公室一上午了 根本没听说徐县长要来 周扬说徐县长早来了 问傅裴光是不是没见到徐县长 周扬立刻坐不住了 问他们校长在哪 傅裴光说校长一大早去县里开会了 这会还没回来 三个人听完面面相去 那他们县长哪去了 他明明跟保安一起进了这栋楼 傅裴光叫他们先别急 他去调一下监控看看 傅裴光领着周扬三人去了监控室 挑出了大楼路口和走廊上的监控画面 这一看不打紧 几个人瞬间惊出一身冷汗 监控画面里 徐梦丽和保安刘二峰 一前一后进了休息室 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出来 周扬顿时有种不好的预感 立刻把腿就跑 冲向了楼下的休息室 主任傅裴光和其他人 也马上跟了过去 休息室里 徐梦丽誓死不从 他打碎了茶杯 把玻璃碎片抵在脖子上 警告刘二峰不要碰他 否则他就自意 刘二峰担心闹出人命 也不敢轻举妄动 只能站在一边 用言语威逼利诱 正当二人僵持不下时 休息室的门被周扬 从外面用力撞开 周扬冲进来 看到令人发指的一幕 顿时惊呆了 连忙问徐县长有没有事 周扬赶紧过去扶住徐梦丽 看到他头发凌乱 衣衫不整 直接下个半死 这要是县长出个什么好歹 他该如何跟县尾交代 愤怒又后怕的周扬 此刻气血直冲向天灵盖 两眼血红的看向刘二峰 刘二峰虽然心虚 但态度依然强硬 冲着周扬叫嚣 说谁知道 他是真县长 还是假县长 周扬升平 第一次抱了粗口 直接冲过去 一拳砸在刘二峰塞帮子上 刘二峰身体歪在墙上 伸手捂着脸大骂 接着不顾一切冲向周扬 二人瞬间扭打在一起 还好赴裴光 他们及时跟了过来 看见周扬被压在地上 几个人合力将刘二峰拉起来 周扬站起身 气得浑身发抖 狠狠指着刘二峰 说这个人想要强奸徐县长 快报警 傅培光一听 整个人都呆住了 心想这个刘二峰也太胆大包天了 仗着自己跟学校领导有点关系 竟然敢对县长下手 他们刘二峰 周秘书说的是不是都是真的 他真的对徐县长 傅培光怒不可遏的质问刘二峰 刚才挨了一拳 现在刘二峰彻底清醒了 他终于明白 原来徐梦立真的是县长 他刚才并没有骗自己 刘二峰想叫傅培光听他解释 没等傅培光说话 徐梦立却立声说都别说了 他叫周扬马上报警 周扬说已经打过电话了 李局长马上亲自带人过来 一听说公安局要来 刘二峰吓得双腿发软 扑通一声跪到徐梦立面前 说他错了是他有眼不识泰山 他不是人 求徐梦立放过他这一次 他再也不敢了 徐梦立直到现在身体还有些微微发抖 刚才真的是九死一生 如果不是周扬他们及时赶到 恐怕自己想到这里 徐梦立反手给了刘二峰一耳光 说他这种人渣根本不配在学校当保安 说完转身走了出去 刚到走廊正好看见从外面回来的校长 焦广胜 焦广胜问徐梦立怎么来了 他满脸惊讶地看着徐梦立 又一看他的衣服 马上好奇他刚刚经历了什么 这是及时追出来的主任傅培光 赶紧跑过去小声向焦广胜汇报刚才的情况 焦广胜听完 眼睛瞬间瞪打一背 说真是岂有此理 那王八蛋是不是不想活了 报警了没有了 话音刚落 得到消息的公安局局长李长基 亲自带了一对警员赶到了现场 刘二峰因为吓得双腿发软 最后是被警员抬上警车的 焦广胜吓得满头大汗 追在徐梦立后面好话说尽 徐梦立说明天县政府办公室 自己给他机会解释 徐梦立说完便离开了学校 第二天 焦广胜心情忐忑地去了县政府办公室 以为只要撇清学校跟刘二峰的关系 就会没事 可是没想到 在办公室等待他的 不是县长徐梦立 而是纪委的同志 徐梦立之前特意去了县委开会 然后顶着压力 让纪委的人全面调查焦广胜 最后证据确凿 焦广胜被免去校长一职 与此同时 刘二峰一案也如期开庭 徐梦立作为受害者 不顾县长的身份 公开出庭作证 最终 刘二峰被判了 七年零六个月的有期徒刑 好了 本期故事到此结束 我是主播老黄瓜 如果你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 请在视频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吧